Ruby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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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Bling的亮片 然後有點 我現在講Bili姐會不會生氣 我自己覺得是Bili感 Bili姐感的假髮 一種感覺 然後大西裝 然後大鏈肩 也算小了啦 以前我覺得鏈肩應該更大 瑪莉妳今年第幾年了 我剛剛想是4還是5 好像是4 所以應該第4年 應該不會緊張對不對 你是主席嗎 對 可是因為 每一次除以5之後 一個人負責 對不起 我本來講說我們本尊 就是一個復古的人 但是因為 在更老的少爺哥 跟更老的花花面前 我們相對年輕了 像台視60週年了 你想60週年多不容易 60週年是一甲子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60週年 就是對整個天干地自來講 它剛好走完一個循環 你想一個甲子裡面 發生過多少事情 那台視就一直在這邊 屹立不搖 剛剛那個還不錯 其實我的再生父母就是台視 因為我的第一個綜藝節目 就是在台字路 少年特工隊算是比較經典 因為我所有的養成教育 都在那個節目裡面成長茁壯 你剛剛不是誰的姿勢 你剛剛不是在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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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身就是一個紅包 來發紅包 可是剛才有工作人說 我很像彩樺姐 所以要來一段 Bobby 好啦 算了啦 沒事 用打牌就彈過去 我以前當模特兒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些 那個年代致敬的一些元素 所以我大概能夠了解 那個時候的人在幹嘛 他們的動作超大的 然後就是有很多那個 然後很多流蘇 然後穿得很辛苦 因為我是一個你知道 很專業的模特兒跟演員 所以要心中要有這個音樂 前面到處都是乾兵 現在好少乾兵 以前每個節目都要噴乾兵 現在不知道有什麼大家都不 這一次的紅包最大的重點之一 就是迎接台式的60歲 今年的核心之一就是 慶生 而且是這麼重要的大壽 包括嘉賓啊 或是在某些話題的安排上 可能會有一點點 必須要交代一些些故事的橋段 那我自己也很期待 雖然我比台式年紀輕 可是真的從小就是電視而同 希望能夠把這些回憶 在紅包裡面跟大家說一說聊一聊 所以這是今年相對重要的一件事情 才是生日快樂